十个冷知识,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做梦,做梦的频率和智商有关吗? 宇宙 01 随着多年来,人类对宇宙的逐步探索,同时也在宇宙中遗留了大量的人造垃圾,仅在地球周围的就有38000多个,其中直径超过10米的有22000个。 沙漠 02 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,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,经过科学家的估算,撒拉沙漠中,每年至少有4000万多的沙尘,被风吹到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。 香蕉 03 香蕉在刚长出来时是直的,在生长过程中的逐渐弯曲,而原因是因为香蕉具有很强的曲光性,为了得到更多的阳光照射而变得弯曲。 吃饭 04 在日本,人们很担心被人看到自己独自吃饭时的孤独,所以有将近20%的人,会在卫生间中吃饭,当然,卫生间里是很干净的。 企鹅 05 企鹅在鸟类动物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种,因为在繁殖过程中,雌性企鹅只负责下蛋,下蛋之后的整个孵化过程,由雄性企鹅单独完成。 猫 06 猫经常会舔自己身体上的毛发 动物学家研究发现,猫舔自己的毛发,并不仅仅是为了理顺毛发,更重要的是消除身上的味道,在捕猎的时候不被敌人发现。 海洋 07 07 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陆地,是位于亚欧大陆阿拉山口附近,一处叫做欧亚点的地方,这个地方距离最近的海洋,也有2500多公里。 地球 08 曾有人提出过,假如地球上所有人类,同时大叫声音会有多响,而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实验证明,只能通过数据去分析, 而目前地球上有所记录过的最响声音,是开拉喀托火山爆发时发出的声音,全世界有50个距离很远的地方,听见了这个声音。 15 09 不开心的时候要好好的吃点东西,其实这么做是有科学依据的,因为我们的身体,在摄入大量的高热量食物时,体内会释放一种叫做血清素的荷尔蒙。 这种物质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,对调节情绪有很大的帮助。 做梦 10 总的来说,智商的高低,与做不做梦,并无太大关系,但研究发现,智商相对较高,思维较为活跃的人,与正常人相比更容易做梦一些,并且他们梦中出现的内容,多与白天发生的事,关注的事相关,不会出现太多乱七八糟的内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